喔 你有彈劇電影 難怪你都不用講話 沒有彈劇電影 因為就是第二台醫生說 比較有機會會提早 所以他是跟我說 我要有心理準備 有可能隨時要審 對 所以他 我包含我說 可是我8月2號有記者會 我今天可能會出 就是說初詢 會離開家一小段 他說坐著OK 但如果站著的話 就是一個小時內 他希望我不要讓自己 因為那個肚子的壓力比較大 還需要慘候受身嗎 沒有啊 沒有要慘候受身 再次跟各位宣布 沒有要減肥 不可能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 其實因為尤其是 升到第二台 才知道那個真的 過程很辛苦啦 所以我覺得 再這樣給自己更大的壓力 我反而可能會那個 假意弄碰碰碰 你知道嗎 反而把事情弄不好 因為重點又不是我長什麼樣子 重點是節目的流程 或者是所有與會嘉賓 還有來頒獎得獎的所有的人 對啊 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 那你的服裝 現在就是還沒有機會可以訂裝 因為現在也是懷九個月的肚子 沒有辦法訂嘛 然後除非我穿那個韓服 你才會有那個空間 可以塞得進去 你為什麼前一天有個主持 我是應該會在月子當中 請假出來 對 請假出來主持一下 對 然後再回去躺平 第一次主持這樣子 這麼大的典禮 平常比較多是演員的身份 那之前是行腳節目的主持 其實跟棚內或是典禮的主持 又非常的不一樣 而且在北流 它是一個空間非常大的 我會覺得那個壓力一定會有 對啊 所以就還是去 盡量去請教各個前輩 上次一起在拍那個主持久的時候 就有請教Sandy 對啊 就是主要問他說 他可能都沒有準備 我說什麼啊 我就說 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說什麼 他說他也會很緊張 可是我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他這樣 就是像剛剛 然後挖跟挖 這樣可以就是看看 然後就是主持的方式 好 這可以講嗎 很擔心啊 很擔心啊 因為看的時候就是 那人這樣子 我們公佈 公佈主持人 然後大家在勸退他 真的不行 我們也勸退 對對對 但我就不行 我孕婦寫真拍 我沒有辦法 我對不起人家 這樣子 我不知道花多少錢 才能買那個版權 沒辦法 就我還是會去啦 喔 你有探機隊友 對 我有探機隊友 哇塞 難怪你都不用講話 沒有沒有 你看我多認真工作啊 我就是看不懂股票 哇塞 你有十張 你有十張 你是多少的時候 沒有 就那時候就兩三百 哦 不行 不能這樣 在檯面上算數字啦 就是他很有眼光就好了 你們 你現在看到檯面好久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就是要努力工作 那你還不多講的話 好 那我覺得十月十九的戲劇人 我一張都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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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這邊 哇塞 我跟大家聊得好開心 每次人家 哎呀又跌了 是不是阿雅可憐 哎呀 跟我一點關係又沒有 我從來都完全看不懂 對 對啊 你 沒辦法 你 沒辦法 我憲哥 我憲哥 他又有憲哥 他又變憲哥 你有過來嗎 沒有 有過來 演唱家 演唱家 演唱的4 演唱VA